奥伯最后结束的时候 他第一反应 其实一般来讲 很多先语选手打完比赛 赢了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先吹为敬 是的 先夸队友 他第一反应先找问题 就是他对比赛的专注度在这里 先复盘 就导致了套伯全在他的节奏里 这个就是套伯现在最缺的 你通过那个语音 能感觉到Kat这种老将 他在场上的魅力所在 但是套伯现在问题就在哪 大家看一下 前面 苏默是两个什么英雄 马超夏洛特 全是两个战边 槟城是什么英雄 大乔太乙 全是打保护的 就是他们这个队伍是这样的问题 他队伍当中一直以来 缺的是节奏点 他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指挥 在龙哥这里 龙哥是一个绝好的开团服 但指挥一直不是他的最强项 以前对于槟城的评价是什么 盾山天花板 就要给他拿一些能开的 能硬上的 让他去来做先手 这个对于老黑来讲 我能理解 他其实很矛盾 他左右为难 就是你要想让套伯 现在打得最舒服的节奏 怎么打 就是上蚁这种打法 拿开团服 然后一然拿野和 你没有不好去把握节奏 你就干嘛 你就开 你就开 你就好打 就跟他们之前训练赛的时候一样 但是这种打法呢 说白了 它治标不治本 而且它是把双刃剑 你要想往长远了走 你还是要去走正常的那种节奏的 所以现在 但你要想赢 你就得走这种东西 说白了 就是你要在这个 比赛的局势当中 你要明白你在打什么 对手在打什么 所以现在就是老黑要做个选择 你到底是要眼前还是要长远 就是如果你一直打开团 不长久 但我觉得以他们现在这个状态 老黑可能想的要的是眼前 看看吧 看看这一局的BP吧 父子 直接出 父子组合 然后打蒙田 夏雪现在也下得比较快 比较常规的 打蒙田的现在就是敌人杰和鲁曼销 但是涛博这里的话 有什么 是孟希主要是班了 火力分配 要不要给慕色拿一些快节奏的 或者打阵地战的 这这种蒙亚倒是不怕父子 他有续航嘛 阵容也威胁不到父子感觉 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我的双前盘坦度给做起来 不能像上一把或者上两把一样被老赶紧摁着头硬进也去 八戒 这样的话二轮班位估计如果不处理的话可能中路的选择异星优先了 一星是个不错的选择就跟你打阵地战了 对 公本 半掉 公本因为比较刻出八戒嘛 这个重伤效果一挂 老朱元回不动看一下后制的班位周瑜也处理了 因为周瑜也比较刻蒙田 站在火里蒙田这个英雄本来就比较笨重 如果没有孙病的搭配的话 他很难调转自己的方向 后手 海悦 海悦的话 把单前排阵容确实有奇效吧只能说 看看长达套博中单还可以再搬一把 干将 干将 打蒙田这套确实还可以 因为可以越过蒙田来打后排 对这选择不错 就孟奇这个英雄我现在超级喜欢 他我特别满意 他在这个版本 我跟你说他没削之前我更满意 是吧 他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吧 你说他战士他也是 你说他刺客他也是 你说他坦克他也是 你说他带线他也能带 团战也能打 控制也有 而且还能撑前排 就是这种贼全面 还能留人 还能粘 然后还能调整自己的身位 一星加纳可露露 这个有点理想了吧 一星框 父子框 很难框的 没有先手铺垫 这个得张飞跟他配合 这有点想抢的意思 这个不像是自己要用 不想给对面 对不想给 但是还有王昭君在 那确实没有一星配到 鲁班父子效果那么爆炸 倒是真的 但你看这把 老肯定用急吗 他不用急 看吧 有鲁班七号 对吧 用王昭君 我把正面守住就可以了 涛博有好的点 就是首先萌芽这个点 不是特别怕 王昭君 如果看他带急跑的话 更是不怕 然后打父子他也好打 两边都是父子 谁还没有个跌了呢 是这个道理 但这把就要看一眼 这个纳可鲁能不能 顺利地发育起来 因为孟琪包括这个猪 这应该是个闪现猪 这局基本上是 如果一星单框 肯定框不着 张飞这个吼特别重要 我的理想状态 在我的想象中 这个狂老师说 就这个画面 套布应该是个肉夹模式的 就是蒙田在前面 张飞卡个中一塔 后方蓝获红这个折角 来个一夹一星一框 纳可鲁进场 活一天灭地 你这个是不属于理想 就属于幻想 你看不然就是 没有没有 开玩笑 就是前面没问题 张飞这个点他怎么吼 我觉得这个看龙哥的功力了 就是一般人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张飞 其实也不好吼 因为你开还能开 但你往后喷 其实不解决问题 所以陆姐有一点说着对的 你一定不能在正面喷 你正面越喷越框不着 而且他喷的有个效果 他不一定非要把人让框住 所以他看他能逼出多少东西 他逼链子是一定要逼掉的 逼掉之后这个闪现 这个闪现 因为你只有把这两个东西逼掉 已然才有机会 然后这把 Kat不用想着任何开团的职责 小洛这把带了个闪 就是已经明确了 你放心 保好我们家决宇 是这个道理 开团的由我来 我会出手 开玩Kat Kat的话 在这局比赛当中 能不能做到那种 所谓的攻守兼备 但比较难 因为你正面是个蒙田 拉不动的 张飞你也拉不动 这把Kat基本不用开了 我们再看一下 槟城啊 这把他召唤人技能是个成绩 其实涛博这把 应该是想要化被动为主动了 再不出手 你拿到蒙田 蒙亚 你再不搞事情 你要干嘛呀 只有这把 他在前期把双边线做大做强 然后拿到线权之后 转到中路 才能打出刚刚这种幻想的画面 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目前杭州老干爹大鹅 是2比0手握赛点 大家好我是小鹿 黄之力就 黄沙淘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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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之力加油 黄之力加油 看开局啊 张飞是直接帮蒙亚上线了 下路抢河道之灵 那目色就是后置为情 中路的河道鞋是比较响了 这局的八一路对线优势是超薄的 对抗路是老干爹的 因为猪打蒙田 还是前期好打的 但是蒙亚打父子没毛病 小鹿站在这个草里 我在看着你哦 但是也就看看吧 但这个监控得装到位嘛 让对面打也知道嘛 没毛病 笋神一拉拉到早点 但孟奇这里有个2技能 辅助清零一下线 第二波线权 应远是老干爹的 试掩子踩得非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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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掩子踩这个英雄 他只要在满质量的这个状态下 太好 哎呦直接一个上线 感觉要没了 一技能已经挂上了二技能再一穿一血 已然 压得太靠前了 早点这里 而且队友已经撤了 没视野 他应该知道左右都是空的 是的 然后他没有任何视野 而且涛博一直在帮以然提这个刷野的速度 对 然后下路又是龙哥一开始就上线帮兰安建立了优势 还抢了吃甲 他那波他如果靠在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野的中左草还好一点 因为刚才其实Kat给到视野 就是以然刷到了红区了 他靠到中右草的话 正好嘴到以然脸上 他靠中左草他还机会大一点 第二个吃甲 好上路直接断线 很凶啊 一打二 关个门 留人 给点压力 也不叫留人吧 走位赌 对 但这波中线老干爹就掉了 都是一切的一切 从早点的这一波中左阵亡开始 我决意这么稳吗 抵抗鞋啊 怕被开 你看王昭君这个站位 太深了 凤奇又在刷红 他应该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其实视野都给到的 这波算是个小失误 自己稍微大意了 很多鲁班都是上来裸个隐刃 他就直接做抵抗鞋的不多见 而且他是决意啊 对 他应该想到了这一把 他不是配着常规野盒 配着是个孟奇 其实发育周期也稍微久一些些 这把是要靠他拖的 鲁班他上去想拉 拉回来是有大张飞 接了王昭君二十根冰冻 以及大招 伤害不是特别够 杀嘴炮也没中 因为鲁班在清线 这个如果一套打满 有机会上 你看看早点 再也没有越过这两根十柱 这么说话 你这个时候如果没闪 还出去清线 就是自助餐 看的可能已经在下路要叫了 对 等一下着重拉着你复盘 不可能 失误两次 这种失误一次就够 现在CT闪现已经赚好了 下路人有点多 看一下上罗 孟奇一直在监视着 纳克路路 十年点不怕纳克路 因为单挑他杀不了 但他还在 新的大招只框到了鲁班大师 两个对抗路在疯狂摸擦 在中路摸擦 上路已经留给了双方的打野 是的 其实这个对小洛来讲是对的 他如果能够把苏莫 这个蒙田挡住 正面战场上就好打很多 对 他只要把蒙田架在战局之外 那其实团战老边那天然占优了 是的 就是这个时间段最能打的就是这个蒙田 这波想要来反一下这个蓝 不是很好近啊 边上还有张飞 看一眼 尝试性 看看 可以的影刃做出来了 挺快 理解鲁曼翘要出影刃收益挺高的 而且还能稍微加点移速 游往下边靠 四分半了 五分钟是换线节奏 差不多是掉了 哄两个 只是把人赶开 那那几波团又不太好开了 是的 开得小 拉一手 接八戒 一技能挂到鲁曼大师身上 一心拿到了一心 也还是上场 第二个人操 上场手感热得很快 是的 好像节奏也变了 就涛博之前都是我要上半途在打 这一局开始往中下半去 是的 开始管下路了 而且这把毕竟槟城是个张飞 还能主动一点 就是开不开团的这把 槟城能有话语权 能说了算 猫军也能拿到 主要是他们下路已经打开了线上的优势 然后老格尼这里要做换线了 小格尼刚才那波开得挺好 就是无奈伤害不够吧 这没办法 来了 这一波想要越上路的一塔 五个人爆了波大团 孟奇是不在的 那赤城能做的时候 我尽可能 他只能放 多偷点小野 上塔 说你们自求多福了 王昭军的大招也在CP 这没办法 就这个中一塔不能太快掉 其实边有两个塔 在逆风的情况下掉也就掉了 没有选择换塔嘛 这个中一塔如果掉了 就问题就大了 而且这波没有造成击杀 然后孟奇也把下塔带掉了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 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器嘉宾们的诗预测 哦 全部都是看好的老格尼大鹅 还有托米 拉一下 压力给的很粗 就这个情况就是这个中一塔一定要死守 但还好有个王昭军包括阵容还不错 能守住 中一塔一掉两面野区现在绝对守不了 对吧 琴弦没问题 而且赤城一直在带 在边路给涛博 哇拉的好准啊 这把 两个框了一下 猪八戒丢了个大招 往后一坐 正面调了一下位置 再补一枪 一落地 看一下赤城这个位置要到后方 然后其他这个梅亚没有成功 是在这边有点抗不太住了 人头给到了 老干你还是要小心一点 他们在中路主要的目标还是 目标还是把线轻了 你知道现在问题在哪 前排的质量 这没办法的 穷 而且这种位置被框住了 你前期就算你正常经济 你也不能去跟蒙田萌芽这种对拼 对 而且这一波虽然说没有 我冰城像我们一开始幻想的那样 我是一个假脚大 但是你就是围绕着这个蒙田 以及张飞 这个一心一筐 纳可鲁钻就是无解的存在 在这个时间段 只要框住了蒙田进去戳 加上萌芽的伤态 你就已经有点吃不消了 对 现在老干你只能是 4-1拖一拖了 哇 就摁拖现在 因为木齐不怕被人抓 只要 就是正面鲁班托 侧面梦齐偷 对 托多久 托多久 这个偷字其实挺精准的 是的 你去正面啥又没有 他也不能明目张胆的 他还得看到人就马上开溜 现在视野就变得特别重要 就小洛这个点 考验他的时候到了 哦 有人跳车了 我也不是很意外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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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观众们应该也不是很意外 是的 正常 也需要掉了 没办法 这个中一塔就说爆太快了 受不了 其实本身老干一只阵容 轻键是不成问题的 但问题就在 前面王将军死了一次之后 他丢了中间主动拳 我是感觉他们应该早点去换一波节奏 对 他们去把那个对抗路塔换了 他们选择死守发一路塔的时候就出事了 他守到四分半 那你不去我就要来了呀 等于他白掉一个下塔 掉完之后上台也受不了 是的 因为你下路不好打 打那个方向 往前挤了一下 张飞往红坑后方跳了一下 框倒就死 身为这感觉 现在慕斯的这个大招啊 就跟一个号角一样 我一框 老干天直接要撤 对 谁也不敢站里边 就现在框倒谁都能打 九分钟经济差 不声不响的 很大了 哎呦 看绝衣这个出装 这是什么意思 很有想法 圆圆弯刀 应该是那套 四把 他应该是要搞个漠视 这把因为前排比较多 打前排会稍微快一点 我现在鲁班有事就要打法 再补个漠视 然后打前排速度特别快 还有一个隐藏的隐患 他的名字叫蚁燃 这个露露现在发育的也太顺了 这个露露嘛 就是对老干 对这个老干一大哥来讲 说实话就扑到 就扑到鲁班七号 怎么都好处理 扑到了你一点办法没有 他要看王正军的二和大放不放 要放了 直接二话不说 就连拉带转 大招做了 来吼 吼回去之后 鲁班七号的位置还挺安全的 小鹿闪现交得很果断 不交感觉要死 拉力手冻上了 被动一扫 张飞直接倒下了 那正面压力还是有点大 看孟琪要不要近啊 只该用二技能远程Poke了一下 但是NAC 露露这里有点无敌了 情绪太高了 直接越到了后排 早点这里闪现都没来得及交 能不能换个龙 套博里人来讲不能给换 想换 但你看苏莫这个站位 给换就是亏 他不想换的 开大我过去 已然已经打完了 一心用这个大招 把劳给你给赶开了 这个宽不宽到无所谓 就是避退 号角就是个喇叭 对 一块走 纳克露露只把也去成七 是 连续反 脱军都出来了 是的 太肥了 孟琪这里出道竹锋 决一出的是气血 他没有选择出漠视 他可能还是觉得萌亚的消耗 等等他现在要想着保命 反而想站路 不想动 怪不得两把权杖 看一下 冰城的这个走位热点图 基本上 手死在了这个篮区 这个塔口里 那个点都快被他汗穿了 那个路在边上找机会想要进的 一心大招已经用完了 这波只是给个压力 再把篮区返完 现在老大大大这里 小洛这猪八戒压力太大 他就是个脆 他真的扛不住 你想让他怎么办 现在还没有闪 然后他现在是开团的还是不开团 他大招都是用来拦人的 等 他现在无所谓 他尽量别死 链子踩回去 哎呦 绝于你这个血线太吓人了 哦 那这个龙清不掉啊 王兆军大招 赚好了 赶紧丢出来 摇摇位置 拽上来一个 越到了高地之上 没有猪八戒 没了 张飞一吼 火得有点晚 这波好亏啊 前面 伤害全部拉满了 但人头给的是张飞 还好张飞有这一吼啊 但这波很亏啊 对于套博来讲 因为他们一直是顺风的呀 这制霸野区陈尹 应该扒了 因为高地没拿下来 然后掉了一个打野 就还好 他们打掉老大大哥两个人 不然这条龙可能要没 而且这打野还是 刚刚是三杠零的 是个大人头 是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版本经济追赶的机制啊 就是这个原初印记其实已经上线了很久了 看这里啊 侧面 看小洛这里 一顶 往前一坐 纳克路上去先教一下成绩 然后被猪八斤拉了一下 你说就是 这种没有必要 我说一些的话 没有没有必要 你看着看起来铺的很帅 然后能二技能再滑下来 但就是除了帅也没有意义 你要知道你这波要干嘛 我是觉得 他应该杀后排 但是可以往后撤了 应该就在旁边 我觉得给点压力 就我起飞 你就看着 你让队友去把那个塔拆了 然后我不落地 就那波他不往上铺 侧面给点压力 基本上那个高地塔毕掉的 是 但是他被这个猪八斤一拉 然后再加上 这个首先高地上的这股墙 然后猪八斤大招的这股墙 他穿不出去啊 被连控了 然后队友权再去帮他打架 导致这个塔没拿下来 这无疑是给老格尼虚勒拨命 刚才那波其实你不动就行 就说白了你不上 你不加戏 那个高地就拿掉了 好在 视野权还是超过的 但是一波上不去 下一波就更难上 因为你一波一波上不去 接下来主宰要等很久 加上又刷了一波装备 大鹅这里 再看看鲁班七号 最新垂有了呀 差最后一件 主要看决翼什么时候有保命装 决翼应该不做保命装 看这个样子 什么时候够钱换 是的 他可以不做 但是他得有钱换 他现在就是被扑到必死 扑不到一定安全 所以干脆不做 孟齐出孟竹锋 接下来就要看老干爹 正面 我感觉 高地的这一波了 我感觉这两波龙再上不去就翻了 就现在已经有点难上了 因为鲁班七号 现在这个火力有点架不住 对 这个时候双截牌的优势就体现不出来了 早点的梦影 主要是那个路路 在高地他就不好发挥 他不能像刚才那样那么扑的 正面强劲 对 然后高地吧 又不像中路一塔的那种地形 我还能从野区卡一卡 就我能夹你 是的 其实上一波是最好的机会 那个时候决翼的装备不够 嗯 我觉得可能要看冰城这里 还这条路啊 有暗影之境嘛 百分之免伤效果不能浪费 高地直接给 这波老干年是选择直接放 他没有过来防守 战神抬了一下 守不了 老王朝军大招拍不拍都难受 后面还有一条大的 继续拖 老干年现在的思路就是我能避 我就再避化 我向天再见 三分钟 莫视出来了 鲁班七号这套打前排巨快 还差个破晓 而且又有一定的续航 我就站着跟点 对 你要每一次爆发做到我 拉拽冰冻砸 上去 只框了一个猪八戒 龙清掉了 上路还有一条 王天这波大招还要上吗 张飞手里捏着大招 他们想尝试一下 抓住了王朝军没大的空隙 龙斌进去了 正是抬了一下 冰城这些量不是很好了 必须要红 看一下这个龙斌 王朝军没大 上高应该也要给了 两座高 那这波可以 好起来 桃博是OK的 很舒服 即便托到风暴龙王 他们有兵线的优势 这一波纳龙怎么会在这 还好还好 没有后续的 要是王朝军的2 接上了 这波有点 大人 他怎么会一个人在这 没出事情 只能说没出事情 庆幸的是没出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小心一些 因为现在已经是赛点局了 我觉得现在已然换上来之后 整个涛博的进攻节奏变紧凑了 主要是这把是一个蒙田加张飞 而且木色这个点是一个异星 他有一定开团能力 对 就涛博他现在需要的是 他前面说到那个点 到底治标还是治本 治本的话是整体的运营能力 治标的话就是拿越多越来越多的开团手 你开团的英雄越多 他其实就越简单 你没有节奏的时候就开嘛 就直接 对 简单粗暴 我只给 不给你走虚的 对 太复杂的不搞 简单一点 我觉得有时候想着治本 也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我们现在第二轮是SAB的一个赛制 你想往上冲 那可能要先把眼前做好 就一定 没有那么多开团英雄给你 这一口 火到的是587号才练着回去 去想要压中 那会往下坐 没有不错 赵军残血被蒙田带走 看一下赤诚这个位置 又倒一个 二连击破 苏默大将军 想一波 蓝蓝这里身上也买出波甲 他们想要强行一波 蒙田已经紧上去了 没不到 再一座 卢瓣七号 交了一个闪现 带来一座 站不住了 顺着兵线可以直点水晶 让我们恭喜长沙淘宝 半会一局 这一局 总的来说 我觉得蓝燃换上来 是有绝对的效果的 就像李久刚刚提到的 一开始他们BP上 就是按照你的思路 就是拿一个野核 然后给苏默拿个坦别 然后就往下打 是的 前面应该是伊连讲的 我觉得对 上蓝燃主要打野核 但打野核的主要目的 我觉得不是让他C 而是把苏默解放出来 在前面做更多的事情 是的 稍时休息 把时间给到评论器 而且这样的一个人员轮换 他不仅解放了苏默 他还解放了冰城 你会发现什么 就是张飞其实在这一局 跟到整体的一个正面节奏 涛博给了LGD巨大的一个压力 对 尤其是中轴的 中轴 对 全是张飞的视野 你会发现的那个热点图 就是其实你看到热点图的时候 就很有意思 在前面的热点图的时候 是中上一片红的 他这把就是你换上了 已然就是变成了中下 因为节奏点在苏默 这个点苏默 他选到一个坦边 过早出来 带着该打 他们本身要打一个4E的 我们开始在场下的时候 没有聊到说 拉克鲁鲁 其实他在对线这个 梦齐的时候没有那么好打 但是如果有几个人头的 纳克鲁鲁 那就不一样了 尤其这把纳克鲁 还拿到了一血 我们一开始还在想 这把纳克鲁鲁 因为我们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纳克鲁鲁需要发育 需要人头 你需要有一定的经济 但这把带线 对方是个梦齐 你好像带线有点带步 所以我们当时一开始 所有人都更加看过LGD这边 但是当那个一血 拿到那个王昭军的人头之后 那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其实就是在整体阵容上面 老干爹这边可能前面两局 打得有点快 然后过分的有点嗨了 不管是中路的掉人头 以及下路出现的那个人头 都是有一点像 把人家一波打死 但是他们的阵容不允许 他们是要拖鲁班七号的装备的 对 他们前期的四个人 除了孟齐去代线 他前期的四个人 他是不能出事情的 他得拖 孟齐那边在偷资源 代线无敌 牵制对面的时候 他们拖到鲁班七号 成型 成型差不多的时候 这边就可以打架了 对 那你前期对面一个门田 一个门压 一个张飞 那前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就到中期在对抗的时候 没有很好的去度过 老干爹的这个阵容的一个中期 导致就是说把机会给到了对面 对面中期本身就是 但是他们后期运过来了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缺口太大了 因为你野区已经守不住了 对 而且你后面那条风暴龙 那条主宰的话 你两座边路高地都没了 还有一有暴局 你完全出不去了 带不出去兵线了 主要是纳格鲁鲁三那个时候的伤害威胁太大 就右边这套阵容它其实比较厉害的点是在于 可能当梦奇猪八戒加王昭军的这样一个三人在前面扛的时候 互相的拆火和正面的压制力十足的 但如果对方有一个发育成型的纳格鲁鲁跟你去换血 你有点吃不消 因为你蒙田会把你这个鲁七和鲁大的位置无限往后比 就等于你前面三个人是没有任何的支援的 所以王昭军在当中就很尴尬 一个连锁反应 就站不住任何的场面 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一把就是不管是看热点图 还是场中的一个表现来看 就我们如果说前两把 韬勃被老干爹牵制节奏走 这一把其实老干爹有点被韬勃牵制节奏走了 对 一是他们中期没什么节奏 二是这个突破狗太快了 对 让小鸟发育是太舒服了 他中路他中期中路抱得太快了 连续好几波就是王昭军被开到 然后下了那波就是 你本来已经鲁班纳斯配王昭军赚了 对 他们又弹了 你想去把你要一拨一拨打死 可能第一把第二把那个太顺风了 对 有点心态有点小飘 本局MVP给到了已然纳可露露 这这局就是其实我们前两局就举肩评论系一直在说没有节奏 对吧 包括第一局的这个阿古多马超 那局就有老夫子大小 很依赖老夫子的整体节奏 第二把就是个赵怀珍和王昭军的搭配 没能打出很好的效果 但这局纳可露露可以讲是一个 他自己有节奏 对他自己有节奏 他也没有说特别依赖队友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是一个单点节奏 对因为他的单点节奏 然后就是第一波 就到这了 就是他正好在这 我就直接中路看到这个木色在动手 我就直接一来了 下路这波也是 贪心这波其实已经赚了嘛张飞大的张飞没大了嘛没大没状态你这边其实可以又可以拖拖一分钟 这波也是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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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回头 二技能应该是被拉回来了 他应该是打一套二技能出来 正好把猪八戒顺势带走 但是他可能是二技能被拉回来的时候 我们也没看到那个二技能 如果说那波他不阵亡 那波就不会掉点 不掉点的话他就不会断节奏 下面的不高地应该只是催了 其实就可能会提前结束了 还是有优化的空间 当然很明显 效果非常的明显 你们看第三把的淘宝 跟前两把的淘宝 是没有办法联想在一起的 因为打法都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 其实教练有的时候换人 你可能有的时候换人 是因为战队的磨合问题 因为你还在找最优解的方法 但是就很明显的是前两局的节奏 跟这一局的节奏 在我看来就是完全不一样 你就是这个节奏 我在面对你这个战队的时候 不行我直接换一个节奏 我觉得老黑今天肯定赛前想好 就是赛前想好 就第一把和第二把阿古朵 然后第二把一个赵怀真 双方打有龙泛 一个打蓝龄 一个打野鹅 对就这样的效果很明显 那么问题来了 我觉得对于LGD来说 现在需要做更多的防范了 因为其实上一局 能感觉到涛博的前期的节奏 一分三十秒一波 三分四十秒一波 两摸节奏 其实我觉得对于LGD来说 需要好好地去做在地方 然后怎么看 我是觉得 他们只要稍微收一收 我这把不是说阵容的问题 就这把阵容 我觉得如果说 他们就是像刚才伊莲说的 你只要四个人不出事 你看孟奇前面 拉克鲁鲁拿了一个人头 加一个助攻的时候 他跟孟奇都没法兑现的 基本上都是逼着他打的 对就是很简单 我孟奇退完线去清理的野区 你是没有办法说 你正面来一直 跟我在这互相牵扯的 你牵扯到后面 你打不过我鲁板七号的 所以其实你就稍微收一收 对 我觉得其实对LGD来说 需要做这样的一个 就是努力了 因为你能感觉到 涛博变得主动之后 LGD仿佛的 之前我们在二三局 看到密布透风的那种进攻 就完全组织不了了 我觉得现在是 他们必须要做的一个难关 两个觉得就是需要怎么去 突破会更好一点 就说实话 他得先选完阵容的时候 他先想好 这个阵容该怎么打 然后他强势点打出来了 而不是说以你的弱势点 去打对面的强势点 对 就刚才其实就是很简单 你是你的强势点在孟奇 你疯狂的在你大后期的 鲁板七号这边打架 对 一直被人家打出破口 老是让小鸟收人头 然后一行矿好几个 然后正面团队一直被人打 打不过 对 是 我觉得现在其实对于 这个淘宝来说 能输的牌反而有点 更多了吧 因为野河这 还有好多野河可以用 很多进篮 什么攻本武藏太多了 他的篮家 刘邦都还没用 是 而且他的整体的攻本武藏 在目前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杀招 因为LGD这边孟奇也使用过了 而自己的这个攻本也用掉了 所以整体的班位和选择会稍微有点 我觉得压力会比较大吧 后面的这个走势 可能对于LGD来说压力会变得越来越大 好的